大家好,我是阿澤 今集跟大家說的東西是關於吉野家打邊爐 先讀一下標題 有人公審吉野家的食客打邊爐自備配料 吉野家自己本身都有邊爐打的 但有些人可能嫌他的料不夠好 可能自己帶點東西去打 公審他們說吃得那麼豐富 目擊者拍照就攻心別人 反而被網友批評 相關的貼文已經被刪除 但仍然有網民把截圖上傳到其他Facebook群組 根據截圖顯示 樓主指疑此有兩對情侶去快餐店打邊爐 其實我常見到人家在吉野家 或者大快活的打邊爐 見到很多材料很棒 但我自己一直都沒有試過 以往打邊爐我都是去放題 可能吃雞煲那些 因為如果打邊爐和雞煲 其實我自己是喜歡吃雞煲多些 打邊爐只不過是順便 至於你說可能有時在家裡打邊爐 就另計啦 喜歡買什麼都可以 喜歡買海鮮 買點牛肉 家裡打邊爐 叫做以前冬天的時候 冷得下街 就叫做熱鬧點 在家裡喝酒 吃飯就可以在梳化裡攤 所以我現在有個肚腩仔 搞不懂 但是你說去到這些快餐店 打邊爐我暫時是沒有試過的 我聽我女朋友說她就說是挺過癮的 經常說漏我呀 去打邊爐啦 可能去吉野家那些 因為他們沒有那些包袱的 他們純粹覺得 一向都是這樣吃的 他們不會理的 可能我們以前就有些包袱 對吉野家這樣 那呢 說回這件事先 那呢 就有四個人自大配料 去到這個吉野家那裡 自行加料 這個樓主就嘲諷四個人 原本是坐在其他位置的 可能呢 怕影響到其他食客 羨慕他們吃得那麼豐富 所以呢 他們就是等待換位的時機 非常有同理心 等待時機 換了位進去個洞那裡吃 別人去哪裡吃 還有我覺得如果別人換位呢 可能是免得職員難做 我覺得OK的 我覺得呢 要看比例 比例是什麼呢 譬如你點了一個吉野家 可能點了幾個便爐的套餐 打便爐的套餐 可能他們沒有蜆吃的 沒有魷魚吃的 那你帶點魷魚去 或者可能帶點蜆去 那我覺得OK的 因為我不知道吉野家供應什麼 總之你帶去的東西 是跟吉野家沒有重疊 沒有影響吉野家的利益的 我覺得OK的 譬如人家吉野家 他自己本身有提供肥牛 可以給你打便爐的 但是你不能吃他的肥牛 你自己帶一匹肥牛去 那我覺得不太好 我覺得不太OK 即是未去到要公審的 但我覺得不太好 但你說不是的 譬如假設 這個吉野家 他沒有牛寬起賣的 你說今天不行了 今天呢 一隻牛 一隻蜆 煮完它便縮了 你又要煮這個牛蜆來吃 那你說 要做這個鹹酸菜 加牛蜆 打邊爐 那你沒有的嘛 吉野家 吉野家不會有牛蜆賣的 那你說帶牛蜆去 那我都沒有問題 那你沒有的 你沒有這樣 順便帶過來 或者份量不多 或者帶蜆 不要嚇嚇嚇 可能你吃鮑魚 突然想拿一下鮑魚 那樣 那可能每人帶幾隻鮑魚來 一起打邊爐吃 那我覺得可以接受的 有些甚至乎 吉野家沒有紅酒喝 可能有些人喜歡打邊爐的時候 紅酒混七起 我有個朋友 我有個朋友 每次我去打邊爐 他都是代之細細的紅酒出來 然後就叫七起 然後倒下去 那沒有人說他的 那有些店舖 例如他說 你這樣帶外羅野陰 要收開平費 可能收三十元 或者我以前 其實有一點老人土 我記得那次 是我朋友生日 我去廣原村 那裏吃一間雞煲專門店 那間雞煲專門店 那間雞煲專門店 他的雞煲是很好吃的 但當他要轉打邊爐的時候 那個湯是白煞的 他又不讓你用回雞煲的醬來打邊爐 他另外給你清湯來打邊爐 難吃到很糟糕 那間店我不是去屌他 要是他打邊爐 他不是做開那樣東西 但他雞煲是很好吃 他那些四川小食和雞煲是一流 所以如果我再去那間食物 我就不會叫放題 我只叫雞煲 可能叫白飯 可能加一點牛肉就算了 就不打邊爐了 如果我再去那間食物 我自己就是這樣 但是 先說回到那裡 他又收我切餅費 我朋友生日 他說每人30元切餅費 他只是開玩笑 後來就說30元可以 30元切餅費 我就在那裡想 其實30元切餅費 沒所謂的 我覺得OK的 切餅其實都是我自己切的 純粹就是他要我 在他那裡吃蛋糕 就要切完 那我就想 難道我坐公圈吃什麼 那這30元硬掘 我都會給他 我都不會去公審他 不會去屌他 我覺得他OK的這個做法 但是我自己會想 是有少少少老冷土 但是時冷蛋 30元又不是多 如果他三塊水切餅費 我就會開一閘公審他 那這間港元村這間雞煲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但是都好吃 如果那些網友喜歡吃雞煲 你不要去那裡打火鍋 不要去那裡放題 你只是吃雞煲 他的雞煲OK的 先說一下醬 首先他的雞煲醬 雖然是偏辣 但是他辣得很香 就不會有那股麻辣 那股化學味 OK的 然後那些雞呢 好嫩嫩滑 還有有雞味 所以這間店 如果純粹雞煲來講 就是可以去幫襯 但是我有些襯在港元那邊住 所以就不方便過去 可能將來 將來有機會可以去吃一下 OK的這間店 那大家喜歡吃雞煲的網友 都不妨可以去這間 港元的雞煲 只有一間 雞煲專門店 你去那裡走個圈 你知道哪裏 那這樣 講一下這裏 講完這裏 那樓主呢 本來打算公審相關食客 說人家帶東西去吉野家 那裏打火鍋 但是更多網民反過來 批評他多管閒事 認為 假如 你不滿意對方的舉動 你應該上前勸左 或者向餐廳職員反映 而不是偷拍當時人在網上發文 留言說他 多多事實感算吧 有人就說 小事 見過女人自避隻雞來 有人就說 自古以來已經有人敢做 我覺得要看他們帶有什麼 但這裏看不清楚 他都沒有寫得很清楚 另外有人認為 相關食客 至少有在餐廳消費 所以問題不大 都是那句 人家如果本身是有幫襯的 就算數 怎樣都好過 有一把麥當勞友 常常霸著人家的桌子 又騙人家水飲 又不幫襯 比起這個M記打火鍋 起碼吉野家路 其實也有每人叫過餐 只不過自己再加點料 雖然他們這樣做 不是這樣對 但你偷拍都不見得有多高相 各打五十大板 如果是一個食肆的立場 那的確是不好的 但以我都是其他消費者的立場 他又影響不了我 他又不是霸佔著張桌 他是不是都要在那裏打邊爐 即他本身在那裏 每人叫了一個邊爐餐 他不算霸佔了資源 他影響不了我 他只不過再帶點東西吃來吃 我覺得沒問題 我舉個例子 譬如八個人去麥當勞那裏吃東西 有七個人每人叫了一個餐 麥當勞餐 剩下一個人跟這班人一起 他就不吃麥當勞 他可能就自己拿一個燒美飯來吃 我覺得OK 即他八個人來七個人吃麥當勞 有一個吃燒美飯 我覺得OK 是個比例問題 但如果反過來 八個人來 七個人吃燒美飯 一個人就吃麥當勞 那就不OK 我就這樣想 不知道大家網友怎樣看 大家有沒有試過這樣打邊爐呢 你說開這些 我想起 我們去砍些料 去叫那些師傅加工 以前去那些茶餐廳 即是以前呢 即是你去那間餐廳那裏 買那些海鮮來吃 你又不知那些海鮮新不新鮮 又不知那些食物貴不貴 那些來貨 怕我們吃了一個價錢 被人家 吃得很窮 這樣 那有些人會怎樣處理呢 可能加工費這樣 可能自己買一些奶尿蝦 買一些鮑魚 買一些沙白 拿來廚房那裏 那裏就說 你幫我炒什麼什麼什麼 收回加工費 一個加工費 一個菜有些又50元 有些60元 那你料就自己出 加工費另外給 那有些人就寧願這樣 即是吃好些 即是自己可能 你買很多奶尿蝦 可能就想買便宜一點 我不知道 可能認識的人拿便宜一點 有些人這樣處理 我自己以前都有試過做類似的事 我覺得OK 不過我是吃鮮油 因為我知道哪裏鮮油漂亮 我那時候拿開 說40多元拿好多 那時候我是這樣 但是 現在都難得做這些事 因為覺得麻煩 我又要去拿 拿完又要再去那裏 給他加工那裏 算了 這些錢不要亂省 不過你說 如果有些人 真的很喜歡吃海鮮 那就沒辦法了 但我現在還是停留 在喜歡喝湯的階段 多些 我很喜歡喝老火湯 但有些人就說 喝那麼多老火湯又不好 我現在可能 盡量偶爾喝一下 即是不要天天喝 可能一個禮拜 喝一兩碗 OK 但你說完全沒有湯水 又不行 男人女人都是 喝湯水補一補 才行 當然不是喝那些 味精湯 那今天 其實都差不多 這個題目 看看大家怎樣看 這件事 另外 說少少少 有痰 你老母 好 另外 說少少這個 周柱除三海 我昨天看了 昨天早上去看 十點幾場 周柱除三海 台灣戲來的 但香港導演拍的 導演的名字叫做 黃精湯 黃什麼湯 差不多 我沒有看過他的戲 以前 我看完這套 周柱除三海之後 我覺得 好男人好看 雖然中間 他有一些長薄長的位 是不連貫的 他有一些位是 是拍得蠢了 但整套戲 整體來說 是好吸引的 情節 人物的素造 全部都好正 好吸引 好男人好有感覺 拍到一個世界觀出來的 但他有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他長接長 是不連貫的 譬如說一個最嚴重的 這套戲裏面 有一個角色 叫做香港仔 就是原夫華做的 那個角色做得好好 他是做到那種 喜怒無常 勾勒屎 那種過氣大佬 但你還會害怕他那種感覺 好凶狠 好勒勒勒勒 雖然他是一個阿叔 但你會害怕他 你笑什麼 你笑什麼 他好勒勒勒 他那段戲很長 好勒勒勒勒勒 另外 他那裏有什麼問題 他那裏有一段 就說他跟男主角陳桂林打 在屋子打打一下 突然之間 鏡頭一轉 出去了 大家就在跑 是沒有說他們為什麼出去了 我那裏都看了幾秒才 咦 為什麼沒辦法出去了 就是他長接長 那裏摺得不好 這個位 有些少少沙石 你當是 就不是那麼連貫 是唯一這個位 我覺得做得差 但是整套 他那裏大橋 全部都覺得好冷靜 首先他那裏大橋 大約是說什麼呢 就說 有個人 即是男主角陳桂林 他就在這個殺手榜 或者在通緝榜 裏面 就排第三 OK 想降一番大事 因為他以為自己快要死 OK 降一番大事 就是要殺了前面那兩個人 即是他自己排第三 前面還有No.1和No.2 他就要殺No.1和No.2 去干一件大事 那No.2呢 就是這個黑社會大佬 香港仔 袁富華 袁富華做的 就趕著堆倒他 那這段呢 都拍到袁富華那種凶狠 還有他們不斷去講廣東話 不知為什麼 不斷去講廣東話 因為講他們是香港人 講得很好 那段 他另外找的KLF 都是講廣東話的 跟著呢 就出了一條女 就是阿黃靖 即是之前做的那套 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的那個妹妹 那條女很棒 那條女原來這麼好身材 吵你的腦半球 突然間沖涼 袁富華 吵你的腦半球 拉開浴簾 接著又壓著頭去含鬧 嘩 西九來 在戲院看得到我都扯扯的 那條女原來這麼好 那條女的樣子 很像一個中學同學 對 中學同學跟他很像樣子 不過我跟那條女兒不太熟 純粹叫大家一起認識一下東西 以前放學 但不是太熟 但真的很像 我第一眼見到 嘩 那麼像樣子 不過都很多年沒有聯絡 那呢 說回到這裏 接著打完袁富華之後 即是袁富華第二名 就去打No.1 嘩 那裏簡直是 好像 即是他有一種荒謬感 打No.1的時候 即是打第一名的殺手的時候 他有一種荒謬感 他是很討厭邪教的 導演 因為他打第二名大佬的時候 即是打No.1的時候 其實他是打邪教的 嘩 他打邪教那一段 他是表現到邪教的愚昧 他是對信仰那種按鈎鈎的執著 然後也看到導演是很討厭邪教 即是你會見到他講邪教廉才 然後講邪教會 即是教主會吊那些女信徒 跟著又會講他們這班信徒 就算最後知道自己的教主 他可能某程度上知道自己被人騙 但都依然是要決定信教 那種麻木 那種按鈎 然後他亦都表達了導演的取態就是 就是這些傻子 不是只是開邪教的人才該死 信邪教的人都應該要死 你這麼傻子 你老母 教主被人堆堆堆 還留在那裡唱歌 他那一段 一路唱歌 一路在那裡唱歌 唱著那些邪教歌 然後那個男主角 一路行形式的處決他們 拿了一支槍 那一段好傻子 拍到那種荒謬感出來 這套是值得看的 我覺得這套 周處除三害 是在明岸之後 你問我 你問我香港 或者亞洲很多電影 其實怎麼說呢 《撲讚玉》那些都很好看的 譬如《親切的金子》都很好看 但我喜歡這套多些 我不敢說它好過《撲讚玉》 我覺得《撲讚玉》是厲害的 但問題是 我自己的口味 我一閘的口味 明岸一定是第一 因為明岸是講我自己親身經歷的東西 但這套 這套周處除三害 只是排在明岸後面 我覺得它好過《撲讚玉》的微塵 因為《撲讚玉》的微塵 怎麼說呢 它有些位置都有點悶 但我是喜歡《撲讚玉》的微塵 所以我自己頭三 現在更新了排名 第一 就是講亞洲電影 鬼佬那些不算 鬼佬那些 我應該喜歡《危險人物》 即是喜歡《POPFICTION》 我都叫做 對 喜歡那些 但你說如果講亞洲的 亞洲的 韓國已經 《撲讚的金子》已經落了去了 現在已經是這個 明岸是第一 OK 第二 就是這個 周處除三害 第三 紮露微塵 OK 大家可以看下 可以入場支持一下 因為我看那一場 都不是很多人 我不知道是否早上還是什麼 但那幾個阿沈很煩 都在後面 在後面呢 那幾個阿沈呢 坐在我左手邊 斜後面 在那邊 在那邊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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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他們一一句半句 但也會很抗分 我不能知道這些多年人做什麼 還沒進戲院看電影 嘩 嘩 有時候看那些小朋友 看那些卡通片 小朋友在那邊吵 我不會怪她 因為你小朋友 他只是過孩子 你跟他說他都不明白 或者他不認知,這些是家人不認識教,是家人的問題 我對小朋友是很認寬的,因為我只有弟弟不認識 但是你屌你媽媽做了六七十年人,五六十年人 屌你媽媽,你不認知在戲院裡不可以吵嗎? 所以廢老是屌你媽媽該死是混蛋的 那麼今天差不多了,說完周柱除三害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值得看的 希望大家入場支持這位香港導演 那麼今集,分享到這裏 其實就算這套東西,你不用理他什麼導演 只是說他整套戲劇情、戰鬥、打鬥、兇狠 你不要袁富華那種兇狠是很厲害 我這套東西只是看袁富華,就是MVP 我這套戲劇情最喜歡,就是袁富華 袁富華真的很厲害,現在我的偶像是袁富華 雖然他是個叔叔,但他很有feel 值得看,真的要支持 今集講到這裏,沒什麼特別 照舊吧,喜歡我節目訂閱回去頻道 下次見,各位網友,拜拜! 拜拜!